这是全世界温度最高的地方 水资源短缺 地标温度高达145华氏度 不具备任何符合人类生存的条件 但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极端环境中 却存在一个罕见的充满神奇色彩的顽强部落 他们被称为阿法尔游牧勇士 今天就为你揭晓他们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埃塞和比亚以北的达纳基勒沙漠 由科学家 探险家和摄影人员组成了25人的团队 来到一个叫做达洛尔的小镇 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 他们踏上了地球上最热的地方 为了搞清楚 为什么当地人能在60度的环境中生存 他们需要深入体验阿法尔人的真实生活 首先就是驾车前往他们居住的地方 但这里的路况实在是让人一言难尽 车子在路上颠簸了8个小时 却只走了60公里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所有人都感觉非常的疲惫 身体就像是散架了一样 他们决定在路边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过夜 晚上温度达到了30度 10度40% 他们选择睡在露天的垫子上 因为也许会稍微凉快点 为了防止毒蛇蝎子的攻击 动物学家整晚都要负责大家的安全 这个地方有17种蝎子 其中一种叫做杀人蝎 他的毒液能杀死一个孩子 毒蛇喜欢吃蝎子 所以经常在晚上出来活动 但有动物学家的保护 一群人还是很放心的入睡的 第二天一早 所有人诊庄待发 他们需要徒步三天 进入炎热干旱的沙漠 一路上有骆驼和阿法尔向导为他们保驾护航 骆驼对阿法尔人来说比命还重要 通常只用它来运输货物 在这里生存的关键是水 因为高温再加上缺水 而死亡的人数不在少数 这里荒无人言 如果不小心中暑 也没有人能帮忙 眼前两个颜色的瓶子是向导为每个人准备的 一个用来测量每天喝的水是否健康 另一个用来装他们的尿液 一边了解身体状况 准备好一切后 一群人正式上路了 他们所走的这条路 每天都有两千多头骆驼 把采到了盐 从矿场运到市场 这条漫长的路 让人和牲畜都损耗巨大 最阿法尔人每年只工作六个月 假如没有骆驼和他超长的能力 这一趟旅程 根本不可能完成 骆驼可以连续七天不喝水 不过有时候也难以抵挡如此高的温度 在路边能看见 因为严重脱水而死亡的骆驼 专案家们表示 希望自己有命活着回去 此时的温度已经飙升到了43摄氏度 有些人的大脑已经开始出现了混乱 才走了没多久 向导就已经喝了超过五升的水 但他的庙夜还不到200毫升 也就是勉强能跟上身体对水的需要 由于他出了太多的汗 皮肤表面都竭了一层岩 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给自己灌水 防止自己晕倒在路边 此时的每一个人仿佛都被高奔抽走了能量 每走一步都在挣扎 临近傍晚 他们已经走了18公里 比预期中的落后了一大截 难得的是 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处水源 而且还在里面找到了一条非常小的雨 专家们推测水源是从山上流下来的 说明山里曾经下过雨 雨水渗透到地下 也许这条小溪滋养了千百万年的生命 为阿法尔人生存创造了重要条件 不过有时他们也难免会遭受极端环境带来的痛苦 到了晚上 当地一个赶托人病倒了 因为水滋源齐血 所以阿法尔人喝水都是小口小口的 以至于他们的尿液很浓 其中的盐分非常容易解禁 形成膀胱结石和肾结石 通过随行医生的检查 那位赶托人也患上了这种病 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 并叮嘱他多喝水 其他人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归功于喝下了12升水 不过要保持摄住足够的水 真的不容易 第二天早晨 向导给大伙检查身体时 发现他们流的汗比喝掉的水多了一声 他提醒大家 尽量保持住水量 收拾好东西后 一经人继续上路 在经过一个高耸的峭壁时 生物学家李查德 发现在这样的艰难道路上 阿法尔人竟然携带着AK-47 这不是给自己添麻烦吗 一番询问得之后 此处经常出现强盗 边界争端和叛军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随时都会带上他 对当地人来说 生活的艰难来自方方面面 花了七个小时 他们终于顺利走出了峡谷 不过走出了坚锅 又进出了真锅 其中一个女专家累到站不起来 但她不想拖累团队 邀请牙关继续前行 到了下午 太阳异常地堵拉 温度高达46度 在这片干旱的沙漠里 热浪包裹着每一个赶路人 但最惨的非录音师莫属 在一个人扛着全部的录音设备 和一个背包 整个人脸色苍白 汗水流了一波又一波 但马上就被蒸发了 现在的风俗只有5到10里 不但不能帮他们散热 还带来更多的热气 距离下一个营地 还有14公里 一群人忍着病痛继续感度 如果不在天黑前赶到 危险就会找上门来 在黑夜里 一股温度极高的沙漠风 吹向他们 当地人称它为火风 就好像夏天有一个火炉在你旁边一样 尽管如此 他们依旧大步向前迈着步子 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骆驼队 为了躲避高温 他们选择抹黑前进 在一路的跌跌撞撞中 专家们总算到达了影地 从早上出发到晚上 他们足足走了15个小时 现在终于可以躺下来好好休息了 对于专家们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旅程 他们发现 阿尔法尔人能在高温下 生存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地壳运动 导致板块碰撞 产生了断裂带 当地特殊的地形 将降水储存起来 构成了生命存在的重要条件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关键因素 没有被发现 我们下期为您揭晓